如果防疫措施又没有做好的话 真的没有松懈的本钱 疫情恐怕还会很快复化 在台北市猫空指南里的里长就说 在上个周末开始好多人似乎闷坏了 都跑来山区步道来踏青 人潮跟一个月比起来多了一倍以上 而且很多人真的是很胆敢 都没有戴口罩 而且也不愿配合石莲智 跟附近的店家起了争执 让当地的居民跟店家都非常担心 因为他们当地的长辈很多 也怕病毒被戴上山 里长建议希望可以封山 但是也无奈说 步道入口真的太多了很难做到 只能提醒游客上山前 真的要做好最基本的防疫工作 至少把口罩好好戴上 远眺台北101四周环山 绕着湖畔行走 风景十分优美 还没解封位于猫空的张湖步道 平日就有零星游客 拉近一看凉亭里有民众口罩挂在下巴 有的干脆不戴 这一幕幕让当地居民好紧张 在走步道的时候 可能因为天气炎热 然后汗就比较多 然后就会发现 民众都会把口罩拿下来 三级的时候 还要多大概一倍的人出来 请他做食联制也不做 然后还爆气 我们也都不知道说 他们到底是从哪里过来的 像这边居民老人家很多很多 店家连做生意都心惊胆战 就算猫空缆车没有开放 餐饮店家大多铁门声索 也许是近期疫情有降温趋势 居民观察上周末涌进猫空山区踏青的游客 多了一倍以上 群居状况也不少 为此里长特别设计了二十多张的警示标语 从猫空站周边到步道入口 一直到山区沿线沿路贴 就是为了提醒民众戴上口罩 无奈只能提醒游客自重 就怕病毒被带进山区 里长办公室电话被打爆 还有里民希望直接封山 就上个礼拜反应的频率最高 可是要封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还是会有别的出入口可以出入 即将再度引来周末 当地店家说不急着做生意 只怕民众防疫别松懈 让疫情尽快落幕 记者张仁川刘卫成 台北报道